国感同盟军近日总攻国感老街 顺利拿下边防营 观音山 老象堂 老街市中心标志性建筑双凤塔 苍盛科技园 白市家族九方后山 并且历时近两个月 于12月25日 终于攻克了缅军大水堂军事据点 现正在围攻南天门山军事据点 不仅如此 同盟军还给我们带来了四个意想不到 以史未静 可以知星体 以人未静 可以明德诗 欢迎订阅匠新历史 国感同盟军全面占领了白锁城老巢 九方别墅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的是 九方已是人去楼空 不但人去楼空 而且金银细软 也被白家父子打包卷走 九方里只剩下几个看家护院的 六七十岁的老者 同盟军健壮 也将这些人兜与释放 与此同时 警察营21营副营长 李福寿被国感同盟军擒获 大家都知道 原本警察营是掌握在明氏家族的手里 明氏家族覆灭之后 那么李福寿就是警察营的最高长官 大家可知道李福寿是谁吗 李福寿就是前国感自治区主席李正福之子 从这里也足以可以看出 国感自治区的这些高官们基本上都是裙带关系 从国感老街的战士来看 百分之九十的城区已被国感同盟军解放 除了米线沟军事基地 以及大卡萨缅军私并部外 同盟军基本解放其他城区 当然 目前缅军和伪军的参与武装力量 仍然有些藏匿在高楼大厦之中 同盟军也正在一栋楼一栋楼的青角参与武装 就在国感老街基本实现解放之时 关注国感老街战士的网友们恍然间发现 这次国感老街的总公之战 和曾经所预料的总公之战差别甚远 很多都在意料之外 可以说 此次总公之战藏着四个方面的意想不到 百所成父子 以及中国所通缉的所有电诈嫌犯头目 全部不知所踪 当同盟军攻下白氏家族的老巢九方时 万众主墓地百所成父子 却没有出现在那里 那里只剩下一座空别墅 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目前有多种说法 此外 不单白氏家族父子三人不知所踪 中国所通缉的十名电诈嫌犯头目 全部不知所踪 一种相对比较合理的说法是 他们现在被控制在缅军方的手里 目前依然在米线沟军事基地 或者可能通过直升飞机送到了蜡须 或下缅甸某城市扣押在那里 我们推测 缅军方扣押他们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可以占有他们手里的巨额财富 二是可以作为和中国谈条件的筹码 大家都知道 中国于12月10日发出通缉令之后 缅军方一直不作为 没有按照中国通缉令的要求抓人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 缅军是想把这些人控制在手里 作为筹码 而不是乖乖地交给中方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 缅军方想拿他们来要挟大国 大国会答应吗 白锁城家族在九方一带 并没有扣押大量的 中国籍电诈人员作为人质 此前大家普遍认为 老街四大家族手里 还控制着一大批的 中国籍电诈人员 已被作为人质 在未来和同盟军最后决战的时候 拿出来当作谈判筹码 但是实际上 这个情况并没有出现 目前国敢同盟军 基本上已经占领了老街 大部分原四大家族的地盘 并没发现大量人质 是四大家族这些头目们 突然间良心发现了吗 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 并不是他们良心发现了 而是他们确确实实地惧怕了 他们可能对国敢同盟军 没有那么的惧怕 但是他们一定十分忌惮 东方大国的神威 因为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 中国于11月12日发出了对 民事家族四名头目的通缉令之后 11月16日 这些头目全部被抓获并移交中国 而且明学昌还是身亡之后 被移交到中国的 建了棺材会掉泪的 中国是铁了心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 特别是要打击残害 中国籍人员的四大家族头目 对中国籍人员有危害的事情 有了明学昌的前车之剑 这些头目们便得收敛了一些 他们释放了手中扣押的 中国籍电炸人员 如果他们胆敢将 中国籍人员拿做人质的话 他们将彻底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绝对不会得到中国的原谅 激烈的巷战 并没有此前想象中的那样 带来大量的战争 此前大家普遍认为 同盟军由于没有重型武器 而四大家族的武装们 已经将老街城内的高楼大厦 改造成了碉堡 并且装备了交叉火力 如果同盟军敢直接打巷战的话 再加之缅军的飞机轰炸 那么同盟军可能会遭遇到较大的战争 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出现 同盟军这几天打巷战 总体来看 比预想中要顺利的多 这从一个事实就可以得到证明 如果果敢同盟军遇到了比较大的战损 那么推进的速度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快 前期缅军和同盟军之间停战了一段时间 自18日晚上开始双方重新交火 到今天也才过去了短短的七天 也就一个星期的样子 同盟军就已经解放了老街大部分的城区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关于这一点原因也不复杂 就是果敢老街的武装已经没有任何的事情 他们普遍无心恋战 遇到同盟军就缴械投降 无论是边防营 还是民兵大队以及警察营的武装人员 近几天来都是一批又一批的规模性的向同盟军投降 明知打是死路一条 投降还能够保全性命 民团武装到最后求生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的 缅军米线沟军事基地苦苦死撑 至今未被攻克或投降 大家可知道米线沟军事基地在什么位置吗 其实就在东城区不远的地方 而且那个地方是一个洼地 比较容易用远程火箭弹对其进行全面轰炸 但是就是这个军事基地至今仍然苦苦死撑 没有投降的意思 大家可能好奇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米线沟军事基地作为国赶老街最后的缅军堡垒 一定要死撑才能体现缅军应有的面子 那里还守着两个准将 一个是没绝度 一个是吞吞米 当然也可能这两个准将已经坐直升飞机逃走了 第二这个军事基地里头确实可能配备了比较强的重型武器 第三我们推断缅军可能在最后的关头会重新和同盟军和谈 那是米线沟军事基地的军官和军人仍能够体面的安全的撤离 我个人认为第三点理由更充分一些 当前国赶同盟军解放老街已进入收尾阶段 回头我们复盘一下 这次国赶老街的总攻之战确实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究其原因战场上战局瞬息万变 很难做到知己知彼 且我们还是第三方的外行 预判的不那么准确也在所难免 但是大的趋势和结局基本还都是如我们所料的 在本文最后我这里提炼了几点重要的启示分享给大家 一缅军的飞机没那么可怕 注意声说缅军飞机就是纸飞机 二城市巷战没那么可怕 敌人如失去士气便兵败如山倒 三大国的神威依然有震慑力 国赶老街的总攻之战 在初期的胜利中透露出了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情节 这场战争除了是一场军事冲突外 更是国际政治力量的角力 百索成父子的失踪 电诈嫌犯头目的神秘去向 以及四大家族 未扣押大量中国籍电诈人员等情节 都牵扯到国际层面的因素 国赶同盟军在城市巷战中的初期不易的顺利推进 与缅军方的最后坚守也成为整个战局的亮点 而在这场战争中 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各方势力的角力 将深远影响着国赶老街的未来 面对国赶老街总攻之战的发展 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军事角度看待 更应关注其中蕴含的国际政治动荡 首先 百索成父子失踪 电诈嫌犯头目失踪等现象 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赶同盟军行动的关切 中国通缉的电诈嫌犯头目在此次战争中的失踪 可能会成为中缅关系的新变数 其次 四大家族为扣押大量中国籍电诈人员 意味着这场战争可能不仅仅是地方冲突 更牵涉到国际刑事犯罪合作的复杂议题 战争中的城市巷战和缅军米线沟军事基地的坚守 也显现出军事行动背后的政治意图 同盟军在城市巷战中的顺利推进 可能是他们在谨慎策略下的产物 也可能与四大家族的士气低落有关 而缅军米线沟军事基地的坚守 或许暗示着缅军方对于最后和谈的期望 在这一切背后 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各方势力的交织 使国敢老街战局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